爹一回来,他闺女就跑去赶紧牵了,就是亲的 哎呦,你爹可是回来了 对吧,加油啊,这次一定要赢啊 娜娜加油,快点加油 再来一次娜娜 输了,你也输了三盘了 娜娜起来再来一次吧 完了,我女儿生气了 你为什么老赢她 要不要这个呢 娜娜加油 剪刀洗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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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咋又输了娜娜 你咋又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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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好意 好意 你咋又输了 你咋又输了 哎呦 哎呦 哎呦,把她欺负,欺负生气了 俩大人欺负一个小孩 奶奶小心一点 看雪已经停了 然后是路边的已经化 因为温度高 这雪也停不住 老公说开始震出来溜达一圈吧 然后我说好的 在家窝了三四天了 我老公说你窝了三四天你都急了 你要回国隔离一个月的情况下 你怎么活 但是我觉得隔离其实挺好的呀 往那儿一躺有吃的又喝的 又不用打扫一声又不用做饭 躺平多美了 就当路驾放松了 我们终于出来了是不是 你看多多跟鱼 今天又来到新疆餐厅吃饭了 好久没有吃炒面了 太怀念了 孩子饿得疯了 中午没好好吃饭 我们的面条 还有汤已经喝完了 终于吃到我想念的面条了 现在里拉贬值 然后花里面比核酸的话 现在吃饭反而更便宜一些了 虽然涨价了就是40% 你那里拉贬刚才会 你员的牛上 你去巴林的牛上 你去巴林的哥们 俄浮眼 哎呀,要干嘛,干杯,跟爸爸一起来,干杯,老公的朋友走了,我们想 享受三人生活,给,帮妈妈喝完,妈妈喝不动了,拿好了,好吧,这样归你,他爸做的鲜加果汁能喝个两三杯 好喝吗,爸爸做的是不是超好喝 你看上个视频的话,大家都对我们家这个地毯挺感性的,很多人也私信我了,今天给大家讲解一下 这个是伊朗的那个纯手工地毯,含量的话是蚕丝含量是75%,剩下的是25%的是羊毛 就脚感会比单蚕丝的话会更舒服,就软软的,然后是又有蚕丝的滑 这个呢,颜色又是比较鲜艳的,就是这个比较贵 当时的话是买了两条,因为在伊朗的话,纯手工地毯的话 两条一起一样的话,价格会比单买一个的会更贵 因为单条一样的会就比较好做 但是两条完全做成一模一样的话,就更发那个心血 你看,跟盘盘比的话,这个是纯蚕丝的,但是这个就便宜一些 然后,但是你看看这个一比,这个差别就出来了 当时是娜娜小,然后一直就没有用,就害怕她把它弄脏 现在娜娜大了,然后卫生还可以,结果我老公就迫不及待地给她搬起来 当时在疫情最困难的时候,这两块地毯差点被我们给卖了 但是那时候,没有找到合适价格,已经没有买 现在市值的价格是真的贵 就每天我踩上去的话,我都觉得肉疼 这个真的是大价格 大家猜猜这一条是多少钱 大家可能是我说完之后,大家会觉得 应该会,哇,一般人来说的话 反正是让我们买的话,我肯定是不会使得买了 然后如果是以我们现在的经济水平去买的话 真的也没有钱去买了 这也算是老古董的,已经买了四年多了 当时这一块是最新色彩的一个经典款 这种的话,在伊朗的话也是保值的 你好,你来了 爸爸他没有看看 他没有看看呢,没事,那你走吧 拜拜 明天是伊朗的新年,我们要去参加一个游轮户 去游轮上玩一下 那我们明天再见啦,我是小静,记得关注我 这期就到这里啦,拜拜 小狗啊,回头给大家拍一下 就是伊朗人新年,在轮船上的庆祝 明天很,所有的伊朗人都会 就是大部分在这个游船上全都是伊朗人 搞了一个连怀婚庆祝 拜拜,娜娜说拜拜 拜拜 你好 哈啤阿尔牛亚 哈啤伊朗牛亚 伊朗牛亚快乐 伊朗的新年是每年的春分 来自伊朗小姑子的拍摄 因为疫情两年 伊朗这边也没有好好过年了 今年我感觉全体差不多打得快免疫了 都出来开始各种狂欢购物了 小姑子也是在商产里边各种买买买 然后这个就是伊朗人的七仙桌摆设的 小姑子也展示了他在家里摆的七仙桌 这就像是一样的一样的颜色 千万不咱们都在来 就像哈啤伊朗牛亚 这就像是一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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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色